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24年的邦交 9句话就感觉一骂死了 不仅纳法所跟我们台湾断交 专家说实在是太现实了 因为这几年中国在非洲 投资非常多的基础建设 也因此很多邦交 一个月都跟我们再见 现在非洲只剩下十瓦季篮 他会不会剩下变成最后一个呢 坚持自己的梦想 二十年你撑得住吗 彭佳慧在台湾的演艺圈当中 二十多年了 两年前的金曲奖当中 他终于得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 今年再隔两年 他要再一次的角逐 有没有机会呢 很多人说彭佳慧歌很红啦 人长得丑 这样说法对他公平吗 金小胖应该很哦吧 这一次他号召所有的记者 说我带你们去 把这个风袭礼盒市场给炸掉 真的炸掉了 结果没有想到川普写信说 不跟他见面 川普果真是算盘打得惊得上人 一阵低沉的爆炸声响后 眼前的坑道硬声坍塌 扬起大量烟尘 当地时间24号上午10点开始 北朝鲜在美国 英国 中国 俄罗斯及南韩记者团的见证下 执行封锡里核试验场的爆破封闭工作 在此之前 北朝鲜核武研究所副所长 先向记者团说明 由于风袭礼的1号坑道已在2006年 第一次核试爆后就已经废弃 此次主要是爆破剩下的2、3、4号坑道 其中2号坑道在上午爆破拆除后 尚未进行过核试验的4号坑道 以及临近的实验室和银房等建物 也在下午一并炸毁 最后当局发表简短声明 宣布整个风袭礼爆破作业顺利完成 当局表示 希望借由像这样公开透明方式 向外界证明北朝鲜维护半岛 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 不过一整天的爆破 北朝鲜既不允许记者团进行连线转播 也没有随行专家近距离检视 令记者团或专家质疑 北朝鲜恐怕只是做做样子 而非真心要契合 未来若打算原地重建 也并非难事 也有专家认为 北朝鲜没有要求美国做出承诺 就主动炸毁核试验场 这代表平壤当局也有意改变策略 不过面对传经会 突然临时取消 北朝鲜下一步将怎么走 仍将是全球关注焦点 好 其实还是有个很大的疑问 封锡里河市场 虽然爆炸爆破掉了 很多人都说 这个地方本来就像是一个废墟一样 既然已经变成废墟了 炸掉根本没有影响 意思就是金小胖 根本没有打从心底 想真正地停止核武的发展 其实以核武来讲 对于金小胖来说 是他的保命符 对嘛 他保命符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丢掉呢 对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他昨天写了一封公开信 然后这个公开信就是说 我今天不跟你玩了 6月12号我们不会了 不跟你玩了 然后当然这个整个公开信里面 虽然他说6月12号不会了 但其实还是有留下伏笔 就是说没有完全把门关起来 那同样的金正恩 他们这边看到了美国的公开信之后 其实他们也有所回应了 然后也并没有把这个门全部关起来 当然最近这些事情 起了一连串的变化 我个人觉得最近这个变化节奏之快 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你可以看到两韩之间 因为平昌冬奥 然后破冰 然后接下来两个人见了面 然后两个人见了面 当然见了面之前 有一个很微妙的动作 就是金正恩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 说两次对不对 对 而且第二次到大连 到大连到习近平见习近平 当然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金正恩你为什么来跟我见面之前 要先跑去见习近平 川普不爽 对 我个人觉得川普可能在这件事情上 有相当大的在意 然后第二点 其实我们还要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庞佩奥 就是美国的现任的国务卿 其实之前已经不是密副平壤 跟金正恩见过面了吗 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个人来看 今天川普他之所以不愿意见面 因为你说两个人 6月12号在新加坡见了面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已经要把事前通通谈好的协议 要拿出来签字 这才是6月12号真正要见面最大的意义 但是当庞佩奥去了平壤 而且跟平壤方面所获得的讯息 发现原本没有办法达到 那个川普所要的要求的话 那这个时候对川普来讲 我就来个疫情故事后 我先不跟你玩了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今天 那个金正恩因为他本身 整个国家的国力 因为这些长年下来 联合国的严格的禁约措施 让北韩整个经济边瀕崩溃的情况之前 那这个时候金正恩应该心里是要比川普急的 所以对川普来讲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拍桌走人 然后这个时候要后面来苦苦相遵 应该是金正恩 川普要玩赢的就对了 果不其然 你可以看到 因为之前 就是当金正恩第二次去大连见过习近平之后 回来就硬了 然后开始就对美韩军也指指点点了 然后说不会 有好多放话就放出来了 但是真正真正等到那个那个川普不耐烦说 我不玩了 这个时候其实我看金正恩好像也挺紧张的 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封锡里的这个试验场 当然可以说是北韩核计划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次其实连去平壤看封锡里核市场的这个拆解 其实说真的也还是让那个颇为大费收张 第一北韩邀请了这个多国的这个美国英国等等这些这个媒体去 当然之前也邀了这个南韩 我们看到南韩甚至于最后到了北京集合时间 北韩不发签证 最后回去回到那个首尔 然后突然跟你说签证来了 然后再急急忙忙这些人又赶到平壤 然后跟着这些外国记者会合以后 然后坐18个小时的火车 18个小时到了封锡里 当然到封锡里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外国人 他们因为很担心嘛 说到底安不安全 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一个钙隔剂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辐射线的这个探测剂 结果到了现场 北韩说我们这边很安全 没有核子在里面 对所以说这些人到底 我们被这个伽马射线 罩得乱七八糟 说这你也没知道 就是说你真的拿个钙隔剂到现场 是不是那个钙隔剂 只是会啵啵啵啵乱跳 也没有人知道 不过当然了 这次我们看到他们 一共将这个四条测试用的坑道都炸毁 因为以现在来讲 进行核试报 一定要在地下 因为其实全世界现在已经有一个条约 就是基本上来说 禁止在大气层中 在进行核试 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基本上都遵守 那如果说你平壤要拿来 在世界上这个大气层中 进行核试的话 那也是干冒天下是大不会 所以平壤他们所做的核试 也是在地下室 地下道 所以你看这边 它这个丰西里核试厂来讲 它其实现在一共有四个坑道 那四个坑道 那个北韩来说 它当然有挖了一个 第一次核试报的时候 这个坑道在2006年 试报一次以后 就已经有污染 就不能用了 十来年 对 再来是第二次的这个坑道 第二次的这个坑道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用了相当多的这个多次 那个多 相当多次 而且你看后面大概 几乎第二三四五六次 这几次 北面最多 都在北面的这个坑道里面 那当然北面坑道 因为用了很多 所以它其实已经有 就是那个山脉疲乏这个现象 什么叫山脉疲乏呢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北韩进行核试报的时候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 这个地震局都会 人工地震 封锡里附近 有那个地震 正央深度 零公里的地震 那就是人工地震 就核报嘛 那但是呢 其实经过几次以后 当然那每一次 中国大陆所测得的 大概都是五六级啊等等 这样的一个地震 不小 但是呢之后 中国大陆还测到一次 两级多的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合理的怀疑 这个地方 因为试了这么多次 整个地层 里面已经受到了这个 受影响 然后呢产生了这个 就是山脉这个疲劳这个现象 发生崩塌 然后产生了地震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个西面跟南面 这两条坑道呢 那基本上来讲 就全部 一起通通都炸掉了 那北韩炸掉呢 他当然也没有带 这些媒体到门口去看 那当然他们在炸之前 有把这个坑道打开来 给他们拍 拍完之后呢 就把他们带到远处 远远的拍 然后看到这个爆炸 硝烟漫漫 然后那个说 好我们已经把这些 通通都炸回来 各位可以回去了 其他不能拍 他也没有让这些这个国际记者 真的跑去看 这些坑道 是不是真的已经彻底炸毁 不过当然啦 北韩呢 其实如果说今天 以他的核计数 他最后一次试爆的时候 他所试爆的这个核弹 他们号称是氢弹了 其实威力当时就已经测出 已经比长期的这个 美国当年丢了这个原子弹的 这个威力要大 那如果说 他的确已经能够从第二代核弹 然后进步到第三代的这个核弹的话 也就是透过氢弹之后 再产生的这个核爆的这个核弹 那当然他其实对他来讲 他技术已经掌握了 他的测试场还是不是需要呢 我个人认为就不见得 还真的要把这个核测试场 继续摆在那边 让这个国际有话可说 不过呢 这一次平壤 他这一次让国际记者进去见证 他整个把这个 封锡里的这个核市场 这个彻底的拆毁 的确是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 展示了北韩 那要废核的一个决心 那我个人来觉得呢 这次川普总统率先的 在昨天晚上宣布了说 不再跟 就说六月十二号的这个川经会 要先暂停 然后就不会了 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觉得 应该是 以美国的立场上来讲 美国绝对是要 北韩立刻无条件的全面废核 甚至有的核弹生产出来 也要交出来 交由公正第三方来监管 那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 对于金小胖来讲 今天核弹是他的保命符 也就是说他当初的核讹炸 然后到演变成核勒索 这个东西是他用来 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或说甚至周边国家 用来做交换条件中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我相信他今天既然愿意 跟川普要会面 他其实最后应该已经做了 一个废核的打算 就是他会愿意把这些东西交出去 但是他不是一下就能够 满足到川普的立即 然后全面的废核 而是他一定会要求美国 要给他一个时间表 譬如说我今天北韩 做到什么程度 你美国要有一些相对应的互动 然后这个时候 我再做到下一步 然后等一下 但是显然蓬佩奥上一次去平壤 见过了金正恩 并没有办法得到平壤方面 提出这样的保证 所以再加上 我们刚刚讲到 第二次会过习主席之后 我们的金主席 他是劳动党的总书记 劳动党总书记 也在对外上面来讲 有不断的 利用放话的方式来激怒美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川普来讲 他现在宁可来一个 就是说 好 我今天我要卖东西 你要跟我砍价 而且砍得让我不爽 好 我现在我不卖了 我现在回头就走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有后续发展的下去 布吉纳法所跟台湾断交 外交部紧急召开国际记者会 部长吴钊燮神情宁众 向外界宣布 西非国家布吉纳法所 跟台湾断交 今天晚上 布吉纳法所政府 已经正式向我们大使表示 他们将和台湾断绝 外交关系 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与尊严 我在这里也代表政府宣布 即日起终止和布吉纳法所的 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 以及援助计划 一个月内断交两国 台湾外交关系受到重挫 尤其我国在去年六月 才赠送两架军用直升机给部国 2016年九月 双方还签订合作计划 我国答应提供14.8亿元资金 协助部国农业教育计划 每年也固定派出散讯教官长 协助部国散兵部队 如今说断就断 外交部把矛头指向中国 中国抢夺我们的邦交国 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 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 不会让两岸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从去年开始 就提出将近15亿美元金元 利用部国跟我国断交 今年四月再出招 替部国收件连接加纳首都的铁路 调价4.7亿美元 为对中国金元外交公式 蔡政府上任后一连掉了四个邦交国 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面临空前考验 用给钱增加邦交国当然不是好方法 但是我们要问万一有一天 我们台湾没有任何一个邦交国会怎样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邦交国一支掉 对台湾目前整个的国际形势来看 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面对对岸步步的进逼 然后在很多我们的邦交国 其实他早就已经撒下了种子 就等待收割的那一刻 但是一个月以内连续掉两个邦交国 当然对我们来说冲击还是相当的大 尤其布希纳法所是目前我们所有的邦交国 如果连布希纳法算进去的话 它是人口最多的 然后布希纳法所是西非目前唯一的一个 就还没断交之前的唯一的一个邦交国 那其实布希纳法所会跟台湾断交 其实在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征兆 怎么说 四月底的时候 蔡总统出访非洲的时候 大家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四天快闪来回 你就是只去了史瓦激南 现在叫史瓦地匿 他没去 他没有去布希纳法所 当时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般来说总统出访 就顺便访问一下 就再回来 在隔壁而已 当时布希纳法所所提出来的这个理由 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有国际会议要参加 所以不方便来接待蔡总统 那当时 外交部其实已经觉得感觉不是很对劲 立马就派了 我们这个外交部的次长刘德利 跑到这个布希纳法所 当时还见到了总统外长等等等 对一些政府的这个高官 大家都说 我们这个邦交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去年的时候呢 其实布希纳法所的外长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说中国大陆呢 花500亿美元 要给我们布希纳法所 要让我们跟他建交 但是我们 当时总统也出来说话 布希纳法所总统说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背叛台湾 结果最后到现在还是断交 还是背叛的啊 对还是断交了嘛 因为事实上的布希纳法所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对这个国家有点陌生 但是呢 其实他历年来 比如说WHA大会 或是一些国际上的 这个部分也好呢 只要是这个国际的大会呢 布希纳法所通常呢 还是会为台湾来说几句话 投我们一票啦 但是除了总统出访史瓦 既然没有顺便去布希纳法所 让人家觉得起人疑斗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WHA大会的刚结束 可是呢本来呢 布希纳法所承诺我们 会在WHA大会的时候呢 帮台湾再发声 就希望我们以观察员的身份呢 能够继续参加WHA 但是呢偏偏呢 布希纳法所真的不但没讲话 他还提早撤退 哎呦 这个时候 尴尬啦 撤退之后 这个动作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的外交部就觉得 真的不对劲了 当时虽然立刻把 布希纳法所的状况调为红灯 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 回来之后 马上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 直接通知我们台湾驻 这个布希纳法所的大使 沈真宏 就跟他讲说 现在状况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断交了 对不对 这是大概前后的一个始末 但是中国大陆 把手伸得有多伸呢 其实呢我这边举个例子 2012年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些记者呢 也有去过布希纳法所 6年前 对 2012年的时候 当时布希纳法所的 全国的电力 因为它现在目前是 可以等于是全非洲 或是世界上 市制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全国呢70%的人 不知道文字长什么样子 都这么多文盲 真正受教育的 只有五成上小学 那当时呢 很多人去布希纳法所呢 看到的状况是 全国只有3% 有基础电力 还集中在瓦加度 3% 就它的首都 都没电 剩下97%是没有电的 哎呦好原始 晚上的时候呢 你只要离开瓦加度 市中心 通通没有电 七黑一大片 结果呢 才过两年 2014年的时候呢 到了这个布希纳法所 大家发现一件事情了 本来没有柏油路的地方 有柏油路 本来没有什么那个基础建设 什么电线杆啊 什么地方 都有电线杆了 你知道台湾其实之前 在2012年的时候 还曾经为了拯救 布希纳法所的一些 这个学童的市资率 还发起了一盏灯计划 当时国内媒体有大幅报道 就是我们对布希纳法所的援助 真的不是所谓的只是给钱 对我们也有协助他 比如说农技团 然后医疗团 还有包括一盏灯的那个活动 为什么呢 布希纳法所别的不多 白天46度很热 然后呢我今天 台湾太阳能的这个部分呢 还算是有点成就 所以我们就提供 当地的小学的小学生 一人一个太阳能面板 白天的时候呢 让你吸收太阳能的电力 晚上没有电没关系 回家打个灯泡 把那个太阳能 用在你晚上念书 就让你有电 这叫一盏灯计划 好2014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 怎么到处都是 开始有基础建设了 但是这些基础建设谁做的呢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做的 他们当时呢 就是跟布希纳法所讲说 好没关系我来标你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华为 华为其实在布希纳法所呢 标下了他2000公里的 电缆线的工程 9000万美元的一个标案 9000万美元的标案下去呢 60%的贷款来自哪里呢 中国银行直接贷款给你 那等于是中国砸钱 帮他们弄的啊 就直接砸钱弄了嘛 所以我就说他之前手伸进去 等待的就是收割的这一刻 对那换句话说 你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 这个对岸用金钱公式也好 或援助公式也好 不要跟他硬干了 对他们现在最擅长的一个模式 就是用公共工程去保 对那其实呢 不论说这个是500亿也好 或者说像最近传出来 就是要提供他 提供这个布希纳法所 就是对岸要提供15亿 左右的一个援助 钱的部分呢 其实我相信是一个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其实呢 他们透过国家的力量 让这个很多中国的企业也好 怎么样也好 在没有任何经营压力的状况之下 我今天进来 你的土建工程 你的大型公共工程 我全部就多我包 对然后呢 甚至包括比如说你铁路 他之前也讲过 他说其实那个中国大陆 还跟那个布希纳法所提出了一个案子 就说呢 我来这个建造 从瓦加杜谷到加纳首都的这条铁路 4.7亿美元我出 对啊 然后我帮你建造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你也很难挡住这种相对应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公式 所以该怎么去解决未来邦交国死剩十八个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政府目前呢 也在好好思考这方面的部分当中 但是我刚刚有讲到 中国大陆呢 最厉害的就是用经济 大型观众工程来协助这些非洲的国家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巩固这个东西 甚至最主要的就是 比如说我帮你盖条铁路 经营权至少给我几年 对不对 我来介绍的这个就是肯亚的这个铁路 叫做什么呢 叫蒙内铁路 肯亚呢是一个中间是高原 但它海边呢 就是有一个靠海的港口叫蒙巴萨 蒙巴萨到高原的首都叫奈洛比 这中间呢 以前有一条旧的铁路 是英国人盖的 花了550万英镑在当时的壁纸 有100年的历史 但是这条铁路呢 当年兴建的时候就很辛苦 为什么 光从我们现在这个画面上看 要爬山对不对 要爬山 然后爬山就算了 而且呢地质条件也不好 为什么呢 经过东非大地嵌啊 然后你还要爬上去 然后呢 这个附近啊 什么野生动物又一大堆 对不对 所以呢事实上呢 在这个铁路呢 当时在盖的时候呢 铁轨的规格又所谓的迷轨铁路 跟我们现在规格又不太一样 但是由于它本来就很困难 又是百年的铁路 所以这个慢慢慢慢 大家觉得可能不堪用了 所以呢中国大陆呢 基本上他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 我来帮你盖 帮你盖这个蒙内铁路 所有东西 包括软硬体 包括什么 全部都我输出 用它出 对你都不用出一毛钱都不要出 都我来 然后你的人员 我来帮你设计 然后呢 他整个的一个状况 就是沿着旧铁路 然后就盖好 你会觉得说 哇哪有那么好康 对不对 没有 我跟你讲 他更厉害是什么呢 连冻解这样的规格 什么叫冻解呢 你去大陆坐火车的时候 动车小姐 对动车小姐 叫冻解 对你看 全部都挑选 肯雅 最美丽的服务生 最美丽的来当冻解 这个全部都是按照 中国大陆规格来做 但是他跟肯雅讲说 没关系我跟你讲 虽然都不用钱 对不对 但是盖好了之后 我要五年的经营权 对 换句话说呢 这个部分来讲呢 就是一个算是 也是一个利益的交换 他们就用这种 大型的工程呢 不断的 不断的 去让非洲国家 尝到甜头 也让他觉得说 我好像不用付半毛钱 我就可以得到这些 对不对 但中国大陆中间 是不是有在 借此又跟对方的 比如说一些什么高层 借此有一些往来 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呢 也是很有可能会有 但是这中间的利益交换呢 其实非常的庞大 彭家会又再次的角逐金曲奖 最佳女演唱人 她有胜算吗 还与搜集无奇不有 近年来 玩命的极限挑战者 可说是越来越多 即上次 英国有人在地铁站 挑战跳跃台后 现在有人 有人到地铁做玩命挑战 俄罗斯一名男子 跑到莫斯科一个地铁站 他跳下铁轨 并藏身在轨道间的缝隙 再用双手抱住头部 几秒钟后 电车进站 迅速撵过男子的身体 在电车开走以后 幸好男子躲得好 没有受伤 当他起身准备落跑时 被一名女性战务人员发现 最后男子遭到警方逮捕归案 他坦诚是为了想当网红 并快速累积人气 才出此下策 这种危险行为 不但可能让自己丧命 也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安全 奉劝年轻人 可千万别模仿 因为这种挑战 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演艺圈好现实 女歌者只要长得丑 一般可能要红 很难 其中这个例子就是彭家慧 一直说长得很丑 不过他撞了20年 两年前 他说他撞了20年 那哭了 终于得到金曲奖 最佳女演唱人 隔了两年 他要再来拼一次 对啊 第二十九届金曲奖要在六月二十三号举行 那这一届金曲奖 有老干也有新智 然后唱将云集 那入围的我们看有彭家慧 张慧妹 徐家迎飞 还有吕强 那我觉得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 全部一起看是不是 对我们全部看一下 你就知道 我们大家力挺谁了 因为彭家慧的照片放那么大 对不对 我们力挺他这样吗 我们制作代表 你看就一看就知道吧 摆命就是要力挺彭家慧 没有 坦白讲都唱得很好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放在彭家慧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彭家慧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路走来 很波折很辛苦 因为大家知道走走演艺圈 尤其是歌手外形很重要 你要是偶像歌手 基本上音不太准 大家也就算了 因为偶像 彭音彭把跳过嘛 但是对像彭家慧来讲话 他歌真的唱得很好 所以大家他是铁肺歌后 只是说这个外形 有时候真的也 因为演艺圈 你毕竟还是要看外在 所以彭家慧 在入行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其实我从小到大 这一路走来 非常的坎坷 他在五岁的时候 爸爸就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那不到半年 妈妈就要改嫁 那这个妈妈一改嫁 那惨了 家里只是爷爷 奶奶 彭家慧跟妹妹 那妈妈一走 那家里面老的老 小的小 怎么过日子呢 所以那时候 彭家慧就哭着跟妈妈讲说 妈妈 你不要走 我求求你 你不要走 我们很需要你 可是呢 妈妈呢 把他推开 啪 给了他一耳光 然后就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其实这个事情 在彭家慧戏面 留下很大很大的阴影 不是讲说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吗 那为什么 我妈妈 不要我跟妹妹了呢 所以彭家慧 有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不谅解妈妈 那当然 因为妈妈不在家 爸爸也走了 只像爷爷奶奶年纪那么大 所以六七岁的时候 彭家慧就开始 开始帮忙做一些 比如说手工 或是去工厂里面去打工 帮忙家祭 到十几岁的时候 正式 也不念书了 就整个来帮忙赚钱养家 他说他从十几岁开始 从来没有跟家里伸手 要过一毛钱 基本上也很难 因为家里真的很辛苦 靠自己 对 那当然因为他天生 就很会唱歌 所以后来有机会 碰到钟正涛阿B 阿B就把他介绍到 唱片公司里面去当歌手 那刚开始当歌手 说真的 他就不是美女嘛 对 我想我这样讲 大家不会骂我 因为他真的就不是美女 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那些那么多 歌手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你站在里面 人家一站起来 每个都是偶像派的歌手 对 你怎么跟人家比嘛 对不对 所以彭家会常常去上节目 从头到尾站到尾 因为你知道 都是大哥主持人站在中间 两排 你越靠近大哥 都是越大咖 越漂亮的美女 他永远跟张青帮一样 永远都在最边边的一个 最不起眼 然后那一集 有一次他上了节目 好开心 赶快回家讲 算 他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 从头到尾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 爷爷奶奶妹妹看着他 彭家会 讲说 姐 你不是说有你吗 怎么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到你 被剪掉 他会被剪掉 而且镜头扫 根本没有扫到他 你看多悲哀 对不对 做歌星做到这个样子 可是还好彭家会 他是真的会唱歌 没有关系 我长得丑 可是我唱歌 我会唱歌 这个比较实在一点 果然他出了第一张专辑 就真的拿到了新人奖 因为这个演艺圈 歌唱片圈这样子 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制作人 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制作人 可以帮歌手量身打造一个很好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 他就跟他的第一个绯闻对象 陈国华老师 跟他好久 对 十二年的时间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哇你们俩真的是绝配 为什么 因为陈国华写歌 你彭家会唱歌 这根本就是歌坛的神雕侠侣嘛 对不对 哇两个太配了 那然后呢 两个感情走一走 大家都以为说 是不是要结婚了 然后一直到一九九年的时候 彭家会那时候 出来开个人演唱会 那天 哇在那个现场 这样大家粉丝那么多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陈国华呢 弹钢琴 然后呢 这个彭家会唱歌 唱哪一首歌 就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首很红耶 对啊 这首歌就是完全就是 感觉就是陈国华写给彭家会的嘛 然后弹一弹弹一弹之后呢 就唱一唱之后 哇全场 因为知道他们俩感情很好 他全场都好投入哦 然后彭家会呢 就拿着麦克风就问 当着大家的面 就问陈国华讲说 我美吗 不是你怎么会问这句话 我美吗 你好歹问一下你爱我吗 他也许自卑很久了 对对 就是很尴尬吧 需要他肯定 但是呢 这个陈国华真的也很好啦 就讲 你没有回答说你美不美 很技巧 但是他说一句 非常重要的三个字 我爱你 哎呀 哇 你看看这个全场这样子 哇 然后彭家会也是感动到当场 唱不下去哭了 太感动了 然后全场都觉得说 求婚求婚求婚 对不对 哇 那个多感人 当然啦 那个演唱会结束了以后呢 他们的感情呢 并没有走到红毯的那一段 因为他们个性不合 因为两个又太忙 因为彭家辉那时候开始 说真的 在陈国华的帮助之下 打造他成为一个这个金嗓歌后 很多的经典歌 然后演出越来越多 然后出唱片 那时候真的声势非常非常的高 一高 当然因为你到各地去作秀商演 所以很忙很忙 几乎没有时间呢 跟陈国华好好的相处 那陈国华呢 基本上他虽然是幕后音乐人 也是常常要到各地去工作 所以两个在一起时间很少 越来越少 少到有一天 彭家会在这个晚上 正好在外地旅馆半夜醒来 突然想 我这样子每天这样这么忙 不外乎就是希望 身边有个人可以跟我讲讲话 那为什么 我跟陈国华会走到说 我们大家当时有那么好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喜好 一起创作音乐一起唱歌 可是为什么到后来变成是 我一个人晚上独自在饭店里面 这样子淒淒凉凉的这样 没有错我是为了拼事业 可是我的心却是空虚的 那在陈国华来讲 不也如此吗 每次他想要一个人看电影 想要吃饭的时候 但是彭家会永远都是在忙于工作 因为这样 所以两个渐行渐远 到后来 那时候有传说了 说好像陈国华外面有对象 但陈国华否认 那也有说是 有人在追彭家会 彭家也会否认 当然在爱情里面没有对跟不对 只有爱跟不爱 所以彭家会觉得说 好吧如果再这样下去 其实真的也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就算了 所以他就主动跟陈国华讲说 那我们分手吧 结果陈国华很妙 他就弄了一首歌叫 让我想一想这首歌 就放给彭家会听 然后没有任何的答案 也没有任何的挽留 然后彭家会就懂了他的意思 就讲说 就是好嘛 既然是你提出分手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猜了好了 所以彭家会那时候很伤心 想说 我只不过是跟你讲说 我们分手了 你还让我想一想 然后没有任何的答案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挽留 没有任何的慰留 那是怎样 我们就使用别的恋爱 谈假的吗 你到底是怎样 所以彭家会非常的伤心 想说 原来你只不过是在 等我说再见而已 对不对 也许连再见都不用说了 所以彭家会那时候很难过 很难过跟陈国华分开之后 马上又投入另外一个更糟糕的恋情里面 谁 那是个渣男 那个是个圈外人 因为他认为彭家会 你那么大红的歌姓 你一定有钱 所以那时候呢 哇 这个吃彭家会 喝彭家会 用彭家会的 彭家会那时候赚钱 你赚得很辛苦 然后只不过就是 因为你知道 这个要摆脱失恋 最好方法 就是赶快投入一段新的恋情 没有想到这个渣男很糟糕 对彭家会非常的不好 口出恶言 弄到彭家会觉得说 算了算了 赶快分手吧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渣男 然后彭家会讲说 我真的是吓到了 我要在一百天之内 忘掉这个渣男 果然他真的就 完全走出这伤痛的阴影 然后他说 我真的不要结婚了 我怕死了 那更不要讲生小孩了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大到 都没有这种家庭的温暖 破碎的家 我觉得生小孩还来干什么 所以我不要结婚 我不要生小孩 因为我都伤透心了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也是彭家会 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他签约了唱片公司 重新改组 然后整个大班风 彭家会突然之间 没公司了 然后也没有人帮他出唱片了 那你想想看 对一个歌手来讲 其实早期 他那时候还没有红的时候 赚得就仅供温饱而已 到后来能够赚的 这几年之内 突然之间一戏 什么都没有了 彭家会讲说 我最记得那时候 感情没了 事业没了 然后呢 滔滔口袋也看 只剩下七块钱 连买一碗面 一碗泡面的钱都没有 你看惨到这种程度 可是那怎么办呢 只好好在朋友 他另外一歌手赵永华 有支持他 所以彭家会讲说 那怎么办 我还是要重新开始 我还是要生活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想说 好没关系 即便我曾经是新人奖的得主 即便我是铁肺歌后 我还是要拉下这个脸来 我要到POP里面去演唱 又回去演唱了 对啊 那我们会觉得说 有钱赚嘛 你这个大歌星 怎么会跑到POP里面去演唱呢 可是没办法 因为你没得选 你唯一能选择就是 你要不要去嘛 那所以彭家会那时候 到POP里面去演唱 可是呢 没有想到呢 到POP这个决定呢 就转成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转类点 因为呢 他那个时候呢 在那边唱歌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就是他现在的老公 王丕仁先生呢 就到POP里面去听 一听哇 这个歌声好棒哦 他是听到歌声 爱上这个歌声的主人 一看 原来是彭家会 他就开始热烈的追求彭家会 可是呢 彭家会 很可愛 看来王丕仁就讲说 王先生 我喜欢瘦瘦高高的男生 你造型不是我的菜 然后王丕仁讲说 你喜欢瘦瘦高高的男生 没关系 我马上减肥 然后呢 彭家会讲 王先生 我不喜欢有秃头的男人 你头发少了一点 然后王丕仁说 没关系 我会想办法 我每天天涂那个生法水 一定让他长出来 结果呢 两个呢 真的就因为彭家会 对王丕仁 这对彭家会呵护有加 我觉得真的是补偿 他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缺憾 彭家会真的感动到 就想说 好吧 我们结婚吧 结婚了以后 而且他真的是让王丕仁 感动到说 不但结婚 还愿意呢 为王丕仁生小孩 那为了生的小孩 因为这个 他算是有点年纪的产破 所以那时候 哇 这严重大出血 还在家户病房里面 住了好几天 生下了个双胞胎 后来又追加了个儿子 过得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 三个小孩现在 对 那然后呢 也因为 他曾经吃过这么多果 他再回头去 看他童年的时候 他想到他的妈妈 那个在五岁的时候 打了他眼光 很新离开家的妈妈 他带着妹妹 一起鼓起勇气 找到妈妈住的地方 叮咚按铃 妈妈来开门 看到妈妈 妈妈看到这两个女儿 母女三人抱头痛哭 从此破病 让彭家会有这一身的银憾 全部放下 所以他现在 你看他虽然经过这么多的低潮 但是你看他前几年 在我是歌手里面 就重新付出 然后现在呢 在大陆这么多的节目里面 再创演艺事业高峰 然后这次又入围了金曲奖 所以我觉得彭家会 这一路走来很辛苦 但是呢 他终于呢 等到了他的幸福 怎么会这样 日本JR列车 撞到一个男学生 明明撞到人 结果人不见的 连尸体都没有 你知道这发生在 JR的那个 岩手这个地区 一个北上车站这个地方 就叫北上 然后呢 刚好这个JR列车 经过的时候 说也奇怪 他就看到前面有个男的 砰就撞上去了 你知道吗 那当时也有很多目击者 一看到 都看到了不是吗 很多人都看到 结果呢 司机吓一跳 下来一看 说也奇怪 这么多人目击 司机自己也看到 还有感觉有撞下去 压到人 他自己坐针都说 我压到人 对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 他会没事人走掉 没有一定 你自己看到 这是后来出来的新闻画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警役梢 然后呢 还有这个现场的人员 到处都在找 你 还有这个大家 嘴巴里面看到那个 跳轨的那个人 在轨道上面撞到那个人 没有 这个男子仿佛神秘的消失了 你知道吗 就一直找不到这个人 没有答案 这个人是谁 没有答案啊 那很多人都觉得 难道是穿越时空的旅人吗 掉到不同的次元去 对啊 掉到不同的时空里去吗 另外一个次元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还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1981年 地铁在哪里呢 地铁位在香港 你看 当时的报纸 我们也帮你找出来 你可以看到 目睹女生套下路轨 搜索一无所获 地铁出怪事 一幻成真 当日司机奉命休假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连监视机都拍到了 你们看到 虽然这个看起来很模糊 就这个女的 你们看到 看到列车要进地铁站的时候 撞到了 撞到了 你知道吗 压到了 而且你看旁边乐台上一堆人 连监视器都拍下来 蛮用红圈帮你标起来 你说这个没有撞到人 这也太奇怪 哪有眼边有尸体啊 我跟你讲 当时现场 第一个 驾驶在进站的时候 看到 亲眼看到这个女的跳下去 他还说 我有感觉有压到人 有撞到人 第二个 乐台上这么多人 每个人都看到这个女的跳下去 第三个 连监视器都有拍到 对啊 好 那大家问题就来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老实说 我就算进站的时候压到 你就算不死也半条命嘛 对啊 你可能那个脚会被压怎么样啊 然后可能会哀嚎啊 赶快救救我 因为当时甚至有人还听说 听到女子的惨叫声 这女的一身白衣 就这样跳下去了 对 结果呢 司机下来找 没有人 旁边的人来看 找不到人 然后呢 香港的 当时的这个 就是这个警察呢 为了求慎重 还特别 从那个外面掉来起重机 到地铁里面 把那个列车给他掉起来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连血迹都没有 对 人 就这样凭宫消失了 请问他是穿越时空的旅人吗 我们又要再问一次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太诡异了 一直到现在为止呢 大家还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不是人 对 你说现场一堆 连电视机都有了 证据这么确凿 司机说我看到我也撞到 旁边人都看到 结果呢 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会不会是一种集体幻觉 就是你说我有 我就也有 比如说今天不是 以前有人做实验吗 比如说我今天 在一个十万人的场子 密密麻麻 我抬头看 一堆人就跟着我抬头看 这是一种集体幻觉 可是说也奇怪 这个你相信吗 那画面怎么解释 对那画面没办法解释 你亲眼看到一个人 这样下去 后来又有什么传说呢 又有传说说呢 因为其实呢 当时呢 有一个女生住在医院里面 然后呢 就没多久 这个白衣女子 现场的白衣女子就过世了 当时没事 但是呢 在医院里这个 离这个地铁很近的 这个白衣女子呢 其实呢 就跟画面上 这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对 有人就穿着附会 说是不是灵魂出鞘 刚好又被你看到 对 因为没有办法解释 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有目击者 有监视器 什么都有 但是没有任何人被撞死 这已经成为了香港史上的 最特别的一个 这个故事 而且呢 地铁司机 后来还被一直被调查 为什么被调查呢 你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是不是产生幻觉或干嘛 可是都没有办法解释 除了司机之外 所有人都看到 监视器也没办法解释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一团谜 说到这种谜 其实在台湾也有发生 类似的 类似的 而且很像 你知道吗 当时呢 就是在花东县 有个那个 这个司机 列社司机叫做黄建宗 42岁 然后呢 他当时晚上 可能有点疲累 为什么 因为当天呢 因为这个 当时台东的这个 这个火车线路嘛 因为土石楼 自强后 撞到这个土石楼的关系 所以呢 发生了很大的延误 本来他应该晚上七八点 就应该往花莲开 但是一直拖拖拖 拖到很晚 好 这司机就开开开开 经过花莲吉安乡的 南昌平交道附近的时候 发现一件怪事 火车这样过去 结果呢 他就看到一个男的 大自行的在这边 他就开始名气敌 因为为什么呢 就快要撞到这个男生了 他在火车平交道上面 直接这样大大的 这个站在铁轨中间 故意的 黄建宗一看到 鸣了两次气敌 他说 撞上去了 撞上去的时候 不但有 他说他自己有听到蹦一声 而且呢 很明显的有感受到 列车在震动 我真的有压到人 吓都吓死了 赶快报警 然后呢 旁边人赶快来看 然后现场的警消人 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他说大家来看的时候 其实他们到现场之前 已经搜过一轮 没有人 然后那个警消人 也觉得怪怪 他说如果今天有撞到人的话呢 如果现场有尸块 半夜看 当然很可怕 但是没有 通通没有 而且你知道 他们搜寻的范围呢 是方圆十公里 通通都搜索了 不会才那么远吧 而且为了这件事情呢 沿着铁轨 从前面后面 上面下面 你想要到的角度 通通都有 找不到 然后呢 后来呢 得出一个结论 说黄建宗你可能太累了 因为列车又delay 又是幻觉吗 对 你可能有幻觉 可是我跟你讲说也奇怪 当地的里长 告诉记者一些事情 怎样 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边很少发生怪事 可是曾经有一年 有个拖板车司机经过的时候 刚好这台列车就 就被跟火车就相撞 拖板车司机 当时不幸身亡 他也是一个男子 所以呢 就很奇怪 会不会是当时这个拖板车司机 他的什么回到了现场 然后大自行的 告诉你什么事情 哦 这个很难说 所以还不同的空间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黄建宗的讲法 还有当地里长的讲法 感觉好像这个长得有点像 这样的感觉 所以很恐怖 这个也是当时呢 尤其是还有一个重点是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是在鬼月 鬼月发生这种 看起来将是撞到 不明事情的这个状况 也可能不是人 很多人都毛毛的 有没有 但是这件事情 一直到现在为止呢 还是没有办法解释 当时黄建宗 是真的看到 还是他当时真的晃神 以色列这个国家 真的爱面子 以色列说 他们呢 是现在号箱全世界最强武器 F-35有实战经验的国家 好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以色列对于F-35 这样的一个隐形的这个战机 有好的正面的评价吗 好 这一次我们看到 F-35这个战机 第一次实战的这个经验 实战哦 让以色列拿去啦 对 也就是以色列写了什么呢 写了F-35的开箱文 哎呦 对啊 就是我们买了什么东西 打开来看 就是不是有很多些网红 就拿来写开箱文吗 有指标意义的 对对对 F-35的这个开箱文呢 让这个以色列拿去写了 那以色列 他是为什么 在对于叙利亚这个攻击任务中 用到了F-35战机呢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这一阵子 其实叙利亚南部 靠近戈兰高地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伊朗部队进去 然后这个伊朗呢 运了很多的这个D对D的飞弹 然后呢 之前啊 其实一共对这个以色列发射 相当多发射了 大概32枚这个D对D飞弹吧 其中呢 只有4枚被拦截到 但是其他的28枚呢 不是以色列没拦截到 是因为没打中目标 所以根本就不用拦截了 这么迅的没打到 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 就是说以色列就很火啊 你一两个在搞什么名堂啊 烂武器 居然派了人对不对 弄了武器到这边 对我家发射飞弹 所以就在今年的5月10号 大概两个多礼拜前 以色列对于黎巴嫩 以及就是叙利亚境内的 那个伊朗部队的这个战机 发动了大举的空袭 而且这一次大举的空袭 事后呢 以色列宣布 我们的F-35I参战了 用F-35去打他们了 对 那F-35I这个战机呢 那当然它其实跟美国的 这个F-35A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有一些不同了 因为上面呢 装了很多 就是以色列自己研发的 包括像电子反制 跟电子反反制 也就是电子支援系统在上面 那电子支援系统 其实是决定一架战机 在战场中存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 美国卖给以色列F-35A战机呢 那以色列接收了以后 就拿回去 它也在自己上面 在上面加装一些线路 加装一些设备 那当然这一次 F-35战机 它本身是逆踪的战机嘛 但是其实以色列说 我这次的F-35战机 我公布的照片 我告诉你 我这次我的战机 我没有让它隐行 为什么 因为其实之前 也有很多报道说 美国的飞机到南韩演习被发现了 然后大陆的军机被印度发现 那你这些国家花了大钱 去搞的引擎战机 到底 超贵的 就没用了吗 对 但其实 我们讲 任何一个国家 花了这么大的钱 去搞出这个引擎战机 当然不会那么的大方 去让你看它真正的雷达 反射截面机 所以像美国来讲 美国战机 只要一出美国本土 它其实上面就挂了 这个RCS放大器 其实就一个东西叫做龙膊透镜 它在挂在机身底下 一个圆筒状的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 可以把那个雷达的这个讯号 加以放大 然后去隐藏它真正的雷达讯机 那同样F-35也装 中国大陆的歼-20也装 所以呢 你说这些宣称看到的 其实可能是看到 经过龙膊透镜所放大的RCS讯息 那但是 你可以看到 美国生产研发的F-35战机 这次以色列拿去用了 他们这次以色列 它用在5月10号的攻击行动中 其实可以说 那个成效非常卓著 当然了 那一天 以色列对叙利亚南部 一共攻击了二三十个地面目标 也就是它其实发动一个 非常大的一波的一个空中攻击 然后这个空中攻击 以色列的F-35i 有参加其中大概六架左右 因为其实到现在 交集大概十多架 你也不可能说 十多架通通都出去 所以大概有六架左右参加了战斗 而且参加战斗的这个战机 那当然它不是把龙膊透镜 有带上吗 那就代表叙利亚看到它 叙利亚的地对空的 这个防空飞弹系统的反应 非常激烈 他们把比较老的 那个叫做SA-5的 也就是那个S-200的防空飞弹 加上把那个马来西亚航空 马航时期捅下来的三毛举飞弹 还加上我们之前 上次跟大家介绍 被地面被击毁 那个铠甲防空系统 全部反制掉了 对 那甚至于我们还上次 还剥离 让那个铠甲 那个飞弹车 被那个以色列给猎杀了 这个那个影片 对不对 那以色列的这个F-35I 那它其实在整个这个任务中 它其实我们知道F-35I 它本身 或者F-35系列战机 它本身其实不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所谓 我们叫做炸弹卡车 或飞弹卡车 因为它的这个武器 都挂在它的机身的 这个武器舱里面 所以它所能够 攜带的空对空跟空对地的武器 数量都不多 但是F-35有个非常强的东西 也就是它上面装置的 感测器非常强 然后再透过战场的 这个通讯链路 等于说我今天 透过这个战场链路 把所有周边的有机 还有那个预警机等等 相关的这个战情资讯 全部都整合到我F-35 可以hold全场的意思 对 它其实就在一个空中 做一个任务决策跟协调 也就是说 以F-35这样的战机来讲 像这样的战机 它已经不再需要去在乎说 我自己能够飞多快 能够做几机的动作 就跟人家缠斗怎么样 它在空中就变成一个 任务协调的一个平台 然后比如说 它自己的飞弹打完了 那对不起 但是它发现了 从别的地方讯息有 就是别的这个平台 获得了更重要的战情资讯 那时候它的武器 没有了怎么办 它其实就可以透过 它上面的这个任务协调能力 去协调包括以色列空军 F-16I或F-15I 去炸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这架飞机 它在空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再也不只是一个 单纯的战斗机 而是一个空中任务协调平台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 最新就说 在以色列之外 这个刚刚讲到 这个伊朗打了很多飞弹 打到以色列家里面去 俄罗斯这个北极雄 最近也秀了他们最新的 北风之神 洲际弹道飞弹前舰 有亮点吗 有哦 很厉害哦 你看这段影片 它那个北风之神 其实是俄罗斯 最新一代的这个弹道飞弹前舰 它一口气 在20秒之内 连打4枚BRAVA的 这个前舍洲际弹道飞弹 算很有效率 速度很快 对 而且你看这样一个 上去的这个BRAVA 这样一个BRAVA 这样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前舍弹道飞弹 一颗飞弹可以带10个弹头 等于说 在发散出去的意思 对 等于这4颗飞弹 理论上来讲 可以毁掉40个中大型城市 因为一个弹头的威力 就非常大 那当然那个以色列 俄罗斯透过这样一个 那个影片的这个展示 你看 一二三四四颗 那个洲际弹道飞弹 这个弹道飞弹打出去 而且是在20秒之内 就从那个北风之神 上面发射出去 连续的 因为北风之神 这个前舰很大 它可以带很多的 这个弹道飞弹 所以对它 你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发挥了这个速射的 这个特性 你看 一下子就等于说 丢了40个 那个具备 毁灭中大型城市的 这个核弹头 到这个太空 那个地球轨道上 而且随便可以丢到 其中40个城市的头上 这就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它船上还有其他没有发射 所以就代表说 俄罗斯 未来 它对于这个北风之神 还有它这个Blauer 这个飞弹本身都非常满意 其实呢 这也是表现给美国看 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 能够毁灭你美国 还是只有我俄罗斯 所以你不要对我太过分